今天跟两位台湾朋友过来吃牛肉 这一家店的特色就是牛肉 它也没几个菜 就这种新鲜的牛肉 这个是牛肉火锅 里面有牛肉丸 然后各种牛肉 这个大锅是500泰铢 然后这一盘 这一盘更贵的 好像是300泰铢 这个300泰铢 这个150泰铢 这个牛肉是生的 但是它待会用那个水 那个水上面还温度 到时候淋一下就熟了 烫一下就熟了 好久没吃泰国的牛肉 在泰国吃牛肉吃的比较少 实际上泰国牛肉也还是不错的 以前到青来的时候好像那边牛肉挺多的 但是巴卡比较少 没想到找到这家店来尝一下 度数接近100度 淋上来 它还不是开水 这个还是汤汁 这个头上有没有淋到 那是拿牛肉汤啊 100度的牛肉汤 这下给它说 把它淋下去 把它淋下去 这个颜色变了 这个颜色变了 这个也要来一下 这个是比较高级的 再配上这个粉啊 把那个锅里面的牛肉汤 淋到这个粉上面 然后又变成一碗牛肉粉 我觉得它这个真的是很有特色 你看里面有牛 这个是牛筋 这种牛肉 牛肉丸 大块的牛肉 都炖得很嫩 大家好 今天想 就我昨天那个视频啊 就是我们家现在 对去加拿大非常感兴趣 那个视频发了以后呢 我看评论区有很多评论 有很多 很多朋友给了很多 建议啊 很中肯的一些意见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质疑我啊 又是在炒作啊 又是在折腾 又是在编故事啊 所以今天我想聊聊啊 为什么我们家庭 现在对去加拿大 特别感兴趣 实际上在以前的话 我基本上没考虑过去加拿大 因为我本人血压比较高嘛 去加拿大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 到时候到冬天啊 那个室外室内的温差非常的大 可能对那种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那种啊 是有一种诱发的一种作用 所以说我当时就没考虑过去加拿大啊 现在之所以对加拿大特别感兴趣 一方面啊 对加拿大了解加深啊 也知道比如说像温哥华地区啊 它冬天的气温并不是很低啊 也就是零下几度啊 也就跟成都差不多啊 并且室内还有暖气啊 比成都冬天好过很多 你如果去加拿大读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前两天我刚好跟一位在多伦多的一位年轻的母亲啊 跟她交流啊 她非常成功的培养了她的女儿啊 她的女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毕业啊 现在在硅谷工作啊 年薪达到了50万美元 并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面试官啊 但是免费的为母校服务的一个面试官啊 非常优秀啊 她就谈到加拿大的教育啊 给我的那个启发非常的大 她就是非常感恩加拿大的那个教育体系 她说加拿大她的优势啊 就在她的公立教育啊 她的公立教育的师资力量啊 她的配备啊 这些是比私立学校更好 美国实际上公立学校不如加拿大的公立学校教学质量 美国的优势是在她的私立学校啊 但是费用是非常高昂的 所以你要享受免费的公立学校的话 加拿大是最好的选择 她说她的女儿啊 当时在加拿大的公立学校一直读书嘛 读到考大学的时候就想去考美国的大学啊 那个她当时看上的美国大学也是学费很高 好像要5万美元一年怎么样啊 本来她们家都同意让女儿去报考这个学校啊 但是因为报考学校嘛 就需要你以前高中的那个校长给你推荐信嘛 在欧美国家都是这样子啊 她去找到了自己学校的校长 本来她在那个学校里面是出了名的学霸啊 按道理的话她的校长肯定乐意给她写推荐信嘛 实际上对她的那个学校的话也是一种一种荣誉嘛 她学校毕业的学生考上了美国的名校啊 长春腾的大学啊 肯定也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 但是这个校长就拒绝了 她的原因是什么呢 她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学生去白花钱啊 她说实际上在大学阶段啊 加拿大的大学的质量并不比美国的大学差啊 并且你在加拿大读书是全免费的 你要花那么多的代价啊 群尽全家的财力去美国去读本科呢 她说你以后到美国去读研究生读博士啊 她完全支持啊 但是她不支持你去美国去读本科 最后她的女儿是很不情愿的啊 留在加拿大读的大学 她读的大学啊 就是那个叫华铁卢大学啊 实际上我们中国国内的人 很多都没听说过这个大学啊 但是据说那个大学是非常厉害的 据她讲啊 现在在美国硅谷的大公司的CEO啊 其实有二三十位吧 都是来自于那个华铁卢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果然她的女儿啊 在华铁卢大学本科毕业了以后啊 成绩非常优秀啊 顺利的就考上了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 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说 加拿大的功利教育啊 特别是她的在基础阶段的教育啊 是非常优秀的 关键啊 是你如果是有加拿大的身份啊 这些完全是免费的 所以这就是加拿大教育的第二大优势啊 就是几乎全免费啊 并且这位母亲太过算了一个账啊 因为最近啊 她刚刚帮她在国内的一个朋友啊 办了那个到加拿大的留学签证 以及家长的陪读签证啊 她说很快就下来了 大概一个礼拜吧 她当时还把那个啊 什么时候递交 什么时候啊 批复啊 什么时候让她去啊 录指纹啊 什么时候寄回护照啊 大概就是可能好像一个礼拜 还是十天左右啊 就拿到了这个签证 她说加拿大政府现在真实在抢人啊 啊 这个 她到加拿大的留学的费用是多少啊 大概就是可能中学阶段吧 就是一年的学费啊 是 一万六啊 外国学生一万六 但是对于本国学生的话 就是全免费的 不仅是免费的 每年国家对每个学生的那种补贴啊 资助啊大概是一万啊 一万加币啊 所以啊一年哈 你本国学生跟外国学生啊 之间的那种成本的差异哈 相当于就是两万六千加币啊 你如果整个求学的一个过程啊 你比如从学前班然后到高中毕业 这样长达十三年十四年这样算下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两百万人民币左右了 当时算了一个账啊 你在大学阶段啊 比如说像她女儿读书的这个 华铁卢大学啊 应该是加拿大的名校了 她说外国学生读书的话 一年的学费是五万加币啊 本国学生就是 本国学生的也有学费啊 大概六千到八千加币啊 但是呢 她实际上是不花钱的 为什么她说了一个原因啊 她说首先你作为本国学生啊 你要读这个大学啊 就有一个签字费啊 你只要是在一张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啊 就是说已经愿意就读这个学校了 马上就有一笔钱啊 打到你的账户上 这个是相当于就是奖学金啊 每人都有啊 这是根据你的优异程度啊 但是你是很优异的学生啊 你的高中成绩特别好 那基本上就是全满费了啊 你比如说你的学费 八千啊 他每年的那个奖学金就是给你八千啊 当然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学生 可能成绩不是那么好啊 他的奖学金就达不到足额的 大概只有三千四千左右的啊 那其他你的剩余的部分 你比如说你差四千 这四千啊 他是可以给你无息贷款的 是没有利息的啊 并且这一部分的贷款有很多 据说是有很多省啊 就是在学生毕业了以后啊 直接就给你免掉了啊 那些比较富裕的省 但是对于外国学生来说 你每年啊就是五万加币啊 四年下来的话就是二十万加币 相当于也是一百万人民币啊 你相当于是啊 你小学啊中学 然后再加上大学加起来三百万人民币 两个小孩的话 你相当于要多花六百万人民币啊 所以你有加拿大的身份啊 和没有加拿大的身份来留学啊 这个差距就这么巨大 当然你要享受加拿大的免费的公立教育啊 首先你要拿到身份啊 相当于就是移民嘛 移民要成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实际上我们也了解了很多那种真实发生的移民的故事啊 也是啊付了很多钱啊 去加拿大啊找到了一份工作 哪怕他以前在国内可能是飞行员 但是在加拿大啊可能只能去开个什么货车啊 或者是做门卫啊 这样一些工作啊 并且收入也不高啊 可能扣了税以后 可能只有不到两千加币啊这样的收入啊 每天的工作强度也很大也很辛苦 都是体力活啊 对于我来说啊 特别是我这个年纪 并且我没有干过体力活啊 以前工作的时候都是很轻松的工作啊 并且连做办公室 比如说在一个上市的监督下工作 这样的环境 我基本上都没有过啊 所以要让我突然一下去啊 啊重新啊 不说重新啊 完全是全新的啊 去做一个啊 有工作严格工作时间的 需要打卡的 然后并且还是体力劳动的 啊 这样一个工作啊 啊 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挑战 是真的接受这个挑战的话 那真的是人生最后一波了 好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啊 对此有什么看法啊 欢迎你的评论啊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